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先开小钟,让新片出可以马上通知 我们先讲讲新盘消息 路径和深圳控股合作发展的屯门素馆佛海和山 今天公布最新的销售安排 将会在星期六公开发售158伙 本身前后两张价单合共210伙 但现在扣回52伙 今次选楼分AB组 A组买家优先最少都要买3伙或2伙指定单位 将会在星期五即是22日下午3点接票 而长实也不放过趁机抽抽水 将会在星期日出售同区飞扬一期的70伙货美单位 更新价单内新设的3个付款方法 全属建筑期付款 而且增设了租智赏和至尊人才优惠 施赏之后的平均尺价是12848 将会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发售 而值得留意的就是飞扬一期将会在星期五开始 开放现楼示范单位给公众参观 而这个项目将会明年3月底才交楼 而建号地产在九龙城翻身住宅项目 昨日公布首张价单 并且会接受买家以先到先得的形式预留单位 直至今晚发展商划已录到10宗成交 成交价介乎598.8百到1811万 而赤价由最便宜157.83到2042 但关于这个项目 昨日在讨论区投下了个震撼弹 标题是新楼有空宅 文耀前身在慧盈軒 在2022年2月16日曾经有人在A室跳楼 虽然当时的业主是波叔 和现时持有的发展商建号无关 但现时的卖方建号 会不会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 相信没有人上马出事的单位 或者同层的单位 而这宗新闻也通天 当日报导说 九龙城联合道18号一服务式住宅大厦 一名中年女子被发现从高处墮下 倒地昏迷救护到场 证实市主当场死亡 即是昨天我所说 发展商假蝎样之后 又多了一宗争议事件 随时会变成真蝎样 另外又有大行瑞联 看淡香港楼市的前景 他们预期本港楼价会较高位跌2成 如果以现在的水平计 楼市将会有大约1成的跌幅 他们分析师指出 自从开关后 本港零售业有改善 但金融业和楼市仍然受压 虽然本港货币政策和美国挂钩 但商业周期和内地经济关联较大 影响本港楼市表现 他们认为美国息口将会较长时间在高位培回 加上需求疲弱 以及经济没动减少 对楼价构成压力 不过他们指出 因为香港楼价一直高企 有能力独立置业的人士不多 楼价回落有助楼市健康 以及增加香港竞争力 他们又说 今次加息周期 并非所有本港发展商都有充分的准备 个别发展商在高息环境下 愿意牺牲利润 希望加快资金回笼 他们表示对本港住宅市场和写字流 租赁市场前景的持审慎态度 再来我们跟进一下二手的涉样干 第一间是太古城的金星角 有间极低层D 应该是最低的一层 实用面积582呎 属于职王 卖了807万 尺价13800 业主在2020年用了1000万买入 次科三年 账面是193万 相等于19% 按照看 2020年齐头1000万买入这个单位 他一定是林郑PAN的受害者 因为2019年 林郑PAN将原本1000万楼借5成 推到借8成 很多业主都懂事 立即将价格提高 但成效很短 很快就打回原形 所以这批马家应该是首当其操 第二间是青衣营翠半岛 有10座中层F659呎 卖了975万 尺价大概14800 业主在2017年5月用了1055万买入 次科六年 账面是80万 根据代理透露 同类中层单位是2019年曾经卖过1300万 四年间这类单位的造价下跌25% 第三间是幼塘海澳湾 这间都蝕到傻 有一1B座高层2 264尺 卖了505万 尺价大概19,100 业主在2019年5月用了673万5买入 次科四年 账面是168万5 相等25% 第四间是荃湾 麗城花园 有2座高层H668尺 卖了712万 车价大概10600元 业主在2017年9月用了718万8千 次科六年账面是6万8 第五间是将军路进行 一座高层D693尺 卖了745万 尺价10750 业主在2018年2月用了798万买入 次科五年半 账面是53万 另外由新界社团联会营运 位于景田的过渡性房屋项目 幸袍申远 近日网上有多张图片流传 显示幸袍申远有多个单位出现漏水的情况 并指出情况已持续了几个月 包括单位的大门门框不断滴水 地下有大摊积水 天花墙壁有严重发污发黑 地脚扇摸落 以此电线槽位置及大门边的底部 已经浸到生瘦和发霉 而走廊的墙身也不断有水流落 甚至列天台的防水也散烂 每逢大雨单位会再次流水 火稿表示原来这些单位在今年3月6日 已组装合成建筑发装陷 驻地盘工程监督在4月26日发现雨水滲漏 后即日向承建商发出地盘备忘录 根据建筑顾问全面检查后发现 至今有219个单位受到雨水滲漏影响 其中有58伙情况严重 但应用工程期间 因为天气情况令单位出现滲漏属于个别事件 火局指出有3个原因 分别是没有妥善关上单位窗户 单位室内大门无法承受暴雨冲击 在未建好防水屋顶前 遇到大雨进入室内的走廊时 雨水就会沿走廊的长身 经门框滲入单位 以及在每个单位的天花顶位置 检视山口未有封好 或者可能密封玻璃胶在运输过程中受损或变形 所以引致滲漏 这些组装合成屋虽然方便 但在装嵌上都会遇到很多问题 事件不是今次暴雨所引发 而是今年4月26日已发现 今次承办商是瑞安 他说会致力确保所有工程质量达至入伙标准 以及项目可以按时原订今年的第四季完成 另外加拿大智库菲莎研究所公布世界经济自由度 2023年报告 在165个经济体中 香港首次失落第一 被新加坡所取代 跌至第二 本港今年整体的评分是8.55 较去年跌了0.04 在五个评估大项中 国际贸易自由继续排第一 监管排第三 政府规模排21 比去年 但评分就上升 法律制度和产权依然排21 而稳健货币排12 比去年升一位 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推出重大准入壁垒 外劳就业限制 以及增加营商成本 令到香港监管评分下跌0.25分 因应军事干扰法治程度上升 加上对本港司法独立和法院公正性的信心 正被蠶食 以至法律制度和产权下降0.2分 研究团队分析 北京打压异见人士 以及加强控制私人市场 无可避免削弱经济自由度 如继将波及香港的评分 在未来几年进一步下滑 特区政府发言人不认同 他认为香港很好 在一国两制之下应得第一 而香港的司法制度 一直深得国际社会的推送 而报告对香港国安法相关执法行动的评论 实属偏颇 他结论公正成疑 今次我支持特区政府 我都觉得这间研究所是有问题 一个地方在未審之下 抓了个传媒老板去坐了一千日牢 还要充公他的资产 还可以成为世界第二自由经济体 飞沙研究所的公信力 都相当有问题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等下开个小铃铛 如果方便的话鼎鼎鼎广告 在我们一起的一些公信力 我只会在我们的公信力 对我们在我们的公信力 感谢观看